海上飞天一箭九星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 有哪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敬请期待 据人民网最新报道 北京时间9月15号9023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 在黄海海域采用一箭九星的方式 成功将吉林长光卫星有限公司研制的 吉林一号高分03组卫星 送入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这次发射任务的主角长征11号火箭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 唯一一型固体运载火箭 可在不同发射场海上和陆地实施发射 火箭全长近21米 重58吨 其飞推力120吨 兼容2米和1.6米两款整流罩 可将500公斤的有效载荷 送入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据了解 此次任务是长11火箭连续10次高精度入轨 临窗口准时发射 是长11火箭执行的第二次海上发射任务 也是第一次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 除了关注发射成功的消息外 此次发射任务中 还有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一是为什么选择海上飞天 之所以选择海上 也是因为海上发射具有一定的优势 众所周知 人类目前所有的多极火箭 一定存在残骸掉落的问题 选择在海上发射 就能基本消除残骸掉落 威胁附近居民财产与生命安全的风险 另外火箭发射时 地球自转和因此带来的火箭出速度 也是影响发射的重要因素 而海上发射平台最大特点是方便灵活 可以按照需求随时移动 因此也最大程度的避免 由于地球自转给火箭发射带来的影响 而是我国首个商业化应用火箭 为什么会选择长征11号 理由很简单 与另外几个兄弟家族不同的是 长征11号作为长征家族 现役唯一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 几乎不需要任何准备工作 随时都可以发射 这对于国家在战时 与发生灾难时的应急作用无可替代 更重要的是 此次一箭九星再次证明了它的绝活 以低成本执行小型载荷的一箭多星任务 三是为什么长征11号要冷发射 所谓的冷发射 也既在发射起步阶段 发动机并不工作 而是由火箭发射筒的燃气辅助力将其弹出来 等到火箭到了一定高度后 其发动机才会进行强力工作 将其推入预定轨道 这对于发射平台的意义重大 试想 要是火箭全部都是固体推进机 势必在发射时会产生大量农烟 这对发射平台以及大气环境而言 影响都非常大 总的来说 这三点无一不再力证着我国在航天科技上的卓越进步 展望未来 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前景一定更加美好